你跟最后一次腰口 腰子已经会冰下来 呵呵呵 来 放开 鸭子这个 安全口味了 我们继续去找毛哥 就让这毛哥上的60斤的大鸡呢 我跟他过来饭 他说放生了 放生了 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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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放生了 浪费 然后我们来来来 拨一下 吃一下 人家 陽眼 элект 人家 money 纸 要上到这么大的 放这 Access 这拳好 60斤 这个大清兵的干多了 多久 看几年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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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鸭子都在 我饿了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吃 走 我玩了 喝在这里 你家见你少一对这个鸭子 长大了 这个鸟筒都小了 这个饿了一个晚上都慌了 你看 现在都用大料了 换中料了 小鸭筒就要太小了 这个鸭子吃的有点瘦人 一包吃掉 就没了 估计一天要吃两包了 现在大料 现在自由了 吃饱了 洗洗刷刷 喝水也都在这边 今天下雨 下洗而已 也让它 鸭子吃完 去洗澡去了 现在走的话慢慢的都正常了 还有个别的鸭子的话 这个还没缓过来 看看今天吃完药 明天应该会好吧 这个现在这个料瓦 大估计一天要吃一包多 赶紧两包 一包就一百六 吃得盛能 鸭子搞完 看看牛吧 鸭子搞完 现在过来看看牛 这个牛的话我们也赶过 赶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边我们这个一个 水库的上游 这边看好多草 而且这个草的话 比那个草 比那个田里面的草好 比这个嫩 这个牛的那个乳房啊 在下垂 下垂的意思呢 就是 估计差不多时间叫什么呢 这样看的话 估计一个月两个月之内会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看出来的 这个昨天装了一天 今天还这么多 像这个就不用换了 这牛都是饱的 到处都是这种草的话 这个牛叫饭 这个牛一天天就长肉 这都是小牛仔 小牛仔 想要干嘛去一下虫 有虫在身上 你老妈在那边 你跑这边干嘛 一天天的 去 这种母牛 变化也挺大的 这个乳房又下垂了 下垂也挺快的 看这个半个牛会不上 这这几头牛哈 有几头牛的那个乳房啊 都变化挺大的 估计就是这一两个月之内 就会生了哈 又来个喜事连连了 哈哈 这个牛的话就算搞完了 这个鸭子也搞完了 回去的话呢 鸭子还是要给点给刺料 给鸭子吃的太快了 哎一天估计需要的几包啊 一天天的 这个江西现在雨季哈 但这个温度的话呢 对牛是没有影响的 谢谢大家